if you want my love you gotta do what it does if you want it Hello 大家好 我是Natalie 今次我想跟大家分享 一些我五月的最愛 希望大家會喜歡的 首先不得不提 我最近非常非常喜歡用的粉底 是YSL的 新出的粉底 這個粉底的特別之處 是它的頭不是泵頭 而是一個像膠盆盆的東西 每一次它控制的份量 都可以非常好 不會怕拿太多 或者不夠用 通常我會在臉上 點點點 額頭點三點 臉側點三點 鼻點一點和下巴點一點 這樣就足夠我全面用 它的方法 很簡單 我們就不能用移動 特別建議用掃 或手 主要打開它 或者用掃 拖勻取上它 這個呢 非常透理薄 我認為已經不 cheated 很重粉底 每次粉量都很少 控制得非常好 而且非常透薄 有種上了好像沒有上的粉底的感覺 我非常推薦他這個 Leddy YSL的粉底 但唯一的不好處就是 它的遮瑕是不高的 我會建議大家 如果想做到透薄的效果 最好先上遮瑕 再上這個 就會更透薄更自然 另外我想跟大家介紹 一個定妝水 夏天很熱 最近有時候下雨 出汗 溶妝的問題 非常嚴重 我想介紹MAKE UP FOR EVER MISS AND FIX 這支FIXER 這支呢 非常好用的地方就是 如果你想做到 涵妝的那種透光感 和不容易溶粉的話 這支就絕對幫到你了 它只需要在臉上 有些距離的時候 是不均勻全面 等它乾了之後 就會有一種透涼感感 你會發現 粉底不貼 浮粉 它也可以幫到你 只要在臉上噴一層 等它乾了之後 再噴一層 就會發現 底妝非常貼服 和浮粉的情況 就會減少 這支是非常好用的 很多韓國女生 因為這支 在MAKE UP FOR EVER 這支MISS AND FIX 很多韓國人都會喜歡用的 因為它定妝效果很好 而且 可以做到透光感 而且 真的一整天都會不溶妝 這個非常推薦給大家 MAKE UP FOR EVER的MISS AND FIX 另外想推薦 兩個我最近覺得 挺好玩 挺有趣的 Lip Gloss Lip Teint 它是一個 類似 Lip Mask 那樣的東西 大家應該也有看 最近很多人推薦 這些 唇膜產品 這個 它是一個 唇膜的東西 你塗完之後 就等它乾 等它乾了 等它乾了之後 等大約10-15分鐘 它就會乾了 你整個撕開它之後 就會發現 你怎樣擦 顏色都不會脫的 但是你用下醬油的時候 就會脫的 它就不會吃死了 但是 你吃東西 喝東西 這樣擦 顏色都不會脫的 這個 非常好玩的 顏色都蠻漂亮的 如果你想做很漂亮的咬唇效果 它這個都可以幫到你的 這樣 你就可以先上了 淺色的一層 在整個嘴的位置 然後穿這個深色的位置 在中間再上 這樣 效果就會很漂亮 而且它的顏色都非常自然 好推薦這個給人家 已經介紹了 但是我想示範一下它用法 讓大家看 然後 我決定選這個 Bowl Pink 試給大家看 它的頭是這樣的 首先 把它撕出來 然後 厚厚的塗一塗 塗完之後 就要等它乾了 然後 我們現在就等它10分鐘了 好了 已經10分鐘了 10分鐘之後 它就已經完全乾了 不均勻才會有油 不然 不想撕起來了 在撕的過程中 它還可以幫你 去到你嘴上的撕皮 很久 好 什麼 treffen 我猜它站得卡住 它發現唇色 這個顏色呢 這樣整塊就撕起了 這樣你會發現它的唇色呢 是非常自然的 如果有些地方不乾淨呢 你可以輕輕用手指 撕開它 起了那些呢 遇到不乾淨的地方 然後你會有一個很自然的 粉紅色的嘴唇 那呢 給大家看看 那塊網 那塊網 黏住它 這塊呢 就是這樣 就是這樣 那這個呢 就算這樣擦呢 也會看到它不懂得懂的 我把這隻手指給大家看 這隻手指是這樣的 其實這樣擦呢 也是不懂的 那呢 平時出去跟別人喝東西啊 或者聊天的時候呢 就不用就著就著了 那吃東西的時候呢 就可以康復了 那另外呢 我就想說一下 我剛才 在SOGO買的東西 那呢 因為呢 這個禮拜和下個禮拜呢 都是SOGO的這樣 那呢 話說這個牌子呢 我就支持了很久了 那呢 從我買了它第一支卸妝油之後呢 我就一直都在用這個牌子 到現在都未必得了這個牌子的 那呢 就是這個SHUEMURA的卸妝油 那呢 這一套呢 好了 給大家看一下 這一套呢 沒錯 它這一套的產品呢 就是價值670元的 這一套是670元的 那我呢 那我就跟我朋友呢 一起去買了 一人一套 這樣 那它就會送一個 membership給你 還會送一個 化妝袋 送一個 福袋給你 還有呢 那這一套裡面呢 就有 除了一支大的卸妝油之外呢 它就會有一支 細的 虎拍卸妝油 嗯 一支 再細一點的 travel size 的 卸妝油 然後呢 會有一支 精華 精華 另外還有 一盒面霜 那你買滿一千三百幾 還是一千二百幾 呢 就會送一個福袋給你 那福袋裡面呢 就會有一個 他們的粉 粉餅 最新的粉底箱 那樣的 那呢 這顏色也挺自然的 它還有一個 專用的泡泡 還有 對啦 它的顏色是這樣的 那這一個呢 還有一支 純保產品 那就是他們的 gloss來的 是粉紅色的 話說這一套東西 就真的實在太划算了 話說呢 其實是有一天呢 我下班的時候 在銅鑼灣地鐵站 走回去的時候呢 那呢 那它Sogo門樓呢 就會放了 那些 優惠 優惠的小冊子 那樣 那我就拿了回家看 那拿了回家看 之後呢 我就發現這一套 實在太划算了 因為呢 平時買一支大的 這支 寫張油呢 都要六百幾元的 那就是呢 現在我六百七十元呢 就可以送到 那麼多東西 還有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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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所以呢 我忍不住的情況之下呢 就去買了 對 那這一套呢 我真的覺得挺划算的 也挺推薦大家去買的 那但是呢 買之前呢 我也建議大家呢 可以看一下他們的catalog 那這樣子的catalog呢 看看有什麼便宜啦 抵買啦 那時候再買呢 那就不需要呢 在這裡走來走去 因為呢 在商店裡面呢 實在太多 太多 太多人了 那呢 特別是很多 大陸的客人 那所以呢 那所以呢 嗯 下去的時候呢 你會發現呢 是走過去呢 和排隊付錢的時候呢 都是要等很久的 因為我剛才呢 買東西付錢的時候呢 是等了15分鐘呢 才可以拿到我的產品 和付錢的 那所以呢 那所以呢 會建議大家呢 先看好了 想好了自己 要買什麼 然後再去那裡買呢 這樣呢 就會快捷一點 和方便一點 那呢 就不用再同樣的 另外呢 就想和大家呢 再介紹呢 我其實上次 上一條介紹片 都好像有介紹過的了 那呢 就是這個韓國的法美油 那呢 那呢 這支法美油呢 它好用的地方 就是你吹完頭 那頭髮都不會有粒粒的 那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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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做任何造型產品的時候呢 譬如你要夾直你的頭髮 或者夾完你的頭髮的時候呢 塗這個 然後夾完出來之後 你的頭髮就會非常有光澤 又可以保護你的頭髮 那呢 它呢 可以保護你的頭髮 那呢 那呢 我現在呢 一直用它的時候呢 我的髮尾都非常健康的 那所以呢 我就很想很想推薦給大家 因為呢 我是一個很喜歡染頭髮的人 那呢 那這些護髮產品呢 對我來說呢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那呢 那呢 因為呢 我呢 平時上班 有時呢 都會把自己的頭髮 夾直 或者 夾軟一點 那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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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枝呢 對我來說呢 就非常有用了 可以避免我的頭髮被熱力傷害 那呢 還有呢 令我的頭髮呢 可以減少受損的情況 那 那這一個呢 我記得也不是很貴的 那這枝呢 非常好用 那我就很推薦給大家的 然後呢 就想跟大家介紹一枝遮瑕膏 就是這枝 我最近呢 非常喜歡用的一枝 叫做 love you 好像是 那呢 那這枝呢 遮瑕膏呢 它呢 是扭出來的 那它呢 非常滋潤 不會太乾 那顏色呢 都蠻自然的 那這枝呢 現在遮黑眼圈呢 遮暗瘡印呢 都不會乾的 那呢 會不會有乾紋出現 那還有呢 遮的時候呢 都蠻自然的 那呢 我最近呢 就很喜歡這兩個配搭著用的 那呢 就先遮瑕膏先啦 那呢 就遮好之後呢 再用這個照片 那呢 就會用一些貼薄 做到一個高清和抹下的貼薄粉底 那呢 對 還有呢 這個呢 是我經常都會介紹的 到現在呢 我特地叫我上次 我朋友在美國回來 特地幫我帶回來的 那呢 這個呢 我自己非常喜歡 就是這個 Maybelline的Pumped Up 就是這枝 折毛膏 那呢 其實我應該介紹過多次的 那但是呢 這一枝呢 真的是我的折毛的最愛最愛來的 那因為呢 第一 它不貴啦 第二 它防水力呢 非常之好 那還有呢 它可以令到你的折毛呢 很纖長 很幼細 而且呢 不會令到它變成蟑螂腳 而且呢 它的頭呢 是 嗯 比較大一點的 後面大 前面右的 這樣呢 就可以比較疏到 再前面一點的眼睫毛呢 還有呢 不會說 嗯 令到你的眼睫毛呢 嗯 好像蟑螂腳那樣 那樣 還有呢 這一枝折毛膏呢 它真的很好用 我自己真的很喜歡這個 我知道我在香港好用的了 但是呢 它真的是 我的最愛來的 我用了那麼久呢 我是很少會重複用 同一隻的折毛膏的 但是這一枝呢 是會令到我不停想回去買的 我今次呢 還叫我 Brambo拿兩枝回來的 沒錯 那呢 這個呢 真的很好用 那呢 到後面呢 我就想跟大家介紹一些掃的 一些掃的牌子 嗯 那我自己用開呢 就是用Make Up For Ever的掃 那另外呢 那我自己最近呢 都很喜歡這一套 嗯 叫做 Real Technique Real Technique的這一枝掃 那這一枝呢 就用來上碎粉或者濕粉 一個就是用來遮瑕 這個可以做唇部或者遮瑕都可以 那這個呢 就可以用來做上胭脂 又或者碎粉都可以的 那這個有四枝掃 那我那時候呢 就是在IG購買的 那就好像一百三十幾 一百七十幾 一百七十幾 那樣 那呢 我用得最常的呢 就是這一枝 用來上胭脂 因為看到呢 都很粉 好色 還有這一枝 用來上碎粉 那呢 那呢 他們的毛呢 非常幼細 非常軟滑 還有呢 上了之後呢 顏色呢 都很實的 那這個呢 我非常喜歡推薦給大家 還有呢 給初學者的話呢 這一枝掃呢 都很足夠的 還有呢 還有呢 還有一些 其他 的 掃 要分開買的 但是我覺得 平均算起來呢 都不貴的 那 就不會說 不會說 很大負擔 都可以買來用 我覺得呢 給初學者呢 買這一枝掃呢 都很足夠的 那呢 介紹完化妝品之後呢 我就想跟大家介紹一些食物 沒錯 也是食物 對 那呢 那呢 因為呢 眾所周知呢 我真的很喜歡吃烏茶的東西 那呢 我已經 等不及這樣 昨天已經試吃了這幾樣東西 那呢 第一樣呢 就是這個 韓國的牌子的 白力枝 Lottie的 Tapu 是不是呢 對 韓國還是日本牌子的 對 那呢 這個呢 非常好吃 因為呢 它的綠茶味是很濃的 那呢 還有呢 裡面呢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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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ream呢 都挺香的 挺香滑的 那呢 那個餅餅呢 好吃 它一盒裡面呢 有兩包小小包的 我已經吃了一包了 因為你太餓的時候 那呢 它真的很好吃 那呢 嗯 平時呢 我呢 其實呢 我真的很喜歡吃東西的 所以呢 嗯 我常常都買很多零食的飲品 我知道我要吃 對了 那呢 然後呢 就是這個 就是這個 都是入了的 綠茶餅餅 它是這樣的 其實太好吃了 所以呢 所以呢 我決定呢 現在就吃一塊 對了 那呢 它一盒裡面呢 就有12塊的 那呢 他們呢 一盒裡面呢 全部都是獨立包裝來的 那呢 給大家看一下 那呢 它一塊呢 是這樣的 綠色的 中間是夾心的 那樣的 綠色的 中間是夾心的 那樣的 一杯咖啡呢 或者呢 配一杯茶呢 就完美了 那呢 最後呢 再介紹一下這個 這個呢 是獨立的 這個呢 朱古力餅餅 這個呢 又是很好吃的 真的很好吃的 那呢 它很薄的 它一盒呢 有七塊 那呢 又是獨立包裝的 那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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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給大家看一下 那呢 有什麼用的 放進水裡 就好了 那呢 它是一塊 朱古力餅餅 那樣的 另一邊是朱古力呢 另一邊是這樣的 那呢 那呢 這個呢 這個呢 朱古力味呢 就會比較重 朱古力味呢 反而呢 就會沒那麼重 但是呢 木屁呢 就很鬆脆 而且呢 朱古力味好香 那呢 對於一些沒那麼喜歡吃 綠茶 但是又想試的人呢 這個呢 就是一個好的選擇 因為它真的蠻香 朱古力味 但是呢 又可以滿足到 想吃綠茶 或者想試綠茶的人 那呢 這兩個呢 都很好吃 那這次所介紹的產品呢 就到這裡了 那呢 希望大家會喜歡我這次 和大家的這個分享 亦都希望大家可以 Subscribe我的Facebook Instagram 又或者YouTube Channel 我們下次再見 By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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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來給你那太多 太多 太多 作詞曲 李宗盛